在這裏祝大家新年快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一秒敷彈這個行為呢 大家應該有發現各角色應該就不同了 跟之前不同 我覺得這個都蠻好看 有沒有見過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不是本來只有三個據點嗎 可見做的數量有20個 還有可以不斷狂詐的拍露技能有沒有見過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沒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幻獸拍露如何下載模組 下載模組之後 你就可以擁有五個據點以上 好了大家,我們已經來到這個如何下載模組的教學 這個教學是我自己做的 如果有什麼不足呢 就請大家見諒 首先 我們就要去Nexus mode Nexus mode是一個很大型模組的網站 它有很多作者都會在那裏發佈一些模組的資訊 它的模組 全部都是免費的 它有很多不同遊戲的模組 現在幻獸拍露 第一個發佈這個模組的網站 就是Nexus mode 而且這裏平凡都會有人上載一些模組 首先我們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我這裡用的是Google Chrome 那麼搜尋Nexus mode 找到這個,這個就是它的官網 搜尋出來的結果 就有不同 不過就找到這個就對了 入到這個介面之後 去search那裏找,因為這裏有很多不同的遊戲 我們只要在search那裏找 但可以在這裏找到這個模組 我們打開這個search的介面 我們當然要找我們的幻獸拍露 第四步 就是找到遊戲 然後就search幻獸拍露的英文 只有search英文才行 然後找到幻獸拍露 然後就點進去 我們就可以跳轉到幻獸拍露模組的介面 我們可以看看這裏介面 有什麼好葉滿的模組 這裏還有一些更加多的葉滿模組 這個未必需要理會 我們只要找到這個發掘更加多的模組 這裏可以看到剛剛開場的模組 就是這個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欄 的 說明欄 可以按的元素 你就可以打開Google翻譯的功能 可以自己找到一個感興趣的內容 這裏給大家看看 例如這個 基本笑地圖 它是怎樣下載的呢 首先 我們按進去基本笑地圖 這個模組裏面 你可以看一看 看它的圖片 它這裏就是遊戲內的圖片 它這裏多了一個小地圖的樣貌 然後第二張相片就是它的對比 最重要最重要每下載一個模組的時候 我們都要看它的 簡介 它會有寫的 這個模組的功能是什麼 它教你怎樣安裝 首先你要下載它這個 壓縮了的file 然後你要下載多一個東西 叫REUE4SS 它會有連結給我們下載的 它也有教我們怎樣去解壓 UE4SS 這個 文件 就去這個位置 解壓縮去這個位置 然後就把這個 設定去1 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 接著就把這個file 加進去這個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它這裏只有幾個步驟 如果看完這個 簡介之後 你就選擇file 接著下載它的文件 接著 我們來到這個介面之後 就按手動下載 我們有時候打開 這個file 未必是只有一個文件 要看清楚哪個文件 才是 正式 下載的版本 它就會提醒你要下載這個東西 這個模組是要求 這個東西 才可以運行 正常的運行 所以 大家就可以 按進去 就可以下載到 它要我們下載的東西 完成了之後 就可以接按download 第一個就是free download 第二個就是premium 但我們沒有premium 要買的 我們就按slow download 就可以了 沒什麼分別的 只是download的速度快一點 按進來之後 就會在這個界面 接著等待5秒 我們就可以 清楚看到它在下載 好了現在就已經下載了 這個 小地圖 點進來之後 就可以接見這個github的re 我們按進去 這裡有很多下載項目 我們只需要這個 我們點進去 就可以開始下載了 好了我們下載完之後 這裡應該會有兩個檔案 首先我們要先設置好這個 其實有時下載的時候 未必是需要這個 我們首先 就要解開這個東西 好 我們就會得到一堆東西 我們只需要這三個文件 我們 開一個新文件夾 把這三個文件 丟進去 這個readme 和trangelog 就不需要理會 這裡 都解開了 已經有兩樣東西 首先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首先把這個東西 我們就剪 現在就到 打開橫授柏的檔案 我們很簡單 可以直接在這裡 或者在這裡 就直接按管理 瀏覽本機檔案 我們來到這個介面之後 首先打開這個pal 然後打開這個binaries 然後打開這個bin64 這裡其實已經有 複製了一些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其他東西本來就在這裡 我們 複製完之後 就已經是成功了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 一開始的資料夾 把這兩塊東西 直接剪 然後又去到這個文件夾 他叫我們做的東西 就是把文件 丟進content 裡面的packs 我們直接 貼上就行了 他就會成功了 現在打開這裡 看看 已經有這個設定檔 打開這個文件 就可以看到我剛剛展示的 這個就是很快速的 令他們配種 這個 就是有多個基地 這個就是 無冷距 那個拍佬的機能 這個就是我的角色 按進來就可以看到 記住每一次安裝完那個模組之後 都要關了玩手拍佬 然後再開 打開這個遊戲 開啟 直接按 開始遊戲 已經來到這個遊戲 未有看到有小地圖的出現 很明顯 下載這個模組 就算100%跟著他的指印 都未必 可以成功 有些模組就很額外地 有些問題 我這裡可以展示第二個給大家看 記得我們徹底要結束遊戲 我們就可以找一個其他模組 這個模組就是解鎖所有的地圖 好 這裡已經說了 在steam的話 這裡就下載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下載了 然後下載模組 然後把這個模組 放在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這裡新增的檔案 我們看完這個之後 打開文件 我們這裡可以預覽文件內容 直接安裝就可以了 選擇Slow Download 好 下載完成了 我們又出去了 再找到另一個模組 就比較簡單的 好了 大家也可以在這個 Nexus Mode 裡面 自己慢慢搜尋 我這裡又找到多一個 用這個做例子 這裡就有一幅圖 我們就看一看就行了 這裡就是全部都零了 就不需要這個來升級 這個的 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還是要看看這個描述先 不用錢 就可以升級這些 拍露 我們就可以按 預覽他的文件 這些是 比較好處理的 好 我們直接按下載 好 我們又回來了 我們下載了兩個模組 我們就直接 解釋 我們就把這個 直接 剪了下來 再從剛剛那個步驟 Content 然後又按Pax 然後 就直接 貼在這裡 把第二個模組 按進去你就會看到這兩個 這個模組要丟在哪裡呢 首先將它剪下來 我們去回這裡 Pals 然後去回Binaries 然後去回Win64 然後我們直接按這個模組 我們就可以自己複製下來 我們進去測試一下 地圖是不是真的 Unlock了 Palo是不是真的可以免費升級呢 我們又去遊戲那裡看一下 打開地圖 WOW 地圖已經是全部解鎖了 這裡還多了一個BOSS在這裡 我之前還沒找到的 我們就不需要花任何時間去解鎖這個地圖了 好了 睡醒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出回來 順便關門 看一下這個力量之象 是不是真的可以免費強化這個柏頭呢 是呀 這裡顯示是0 已經是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東西都可以去 升級這個柏頭了 太好了 已經是 升到不能再升了 為什麼我這幾天都沒有拍片呢 第一是因為呢 我也有東西做的 就不是只能拍片的 嘩 這隻空魔龍 不是吧 跳得那麼高的 它就有這四個 的金瓷條 繁殖了 400多隻才可以 繁殖到它出來 好啦 如果大家對這個下載模組的問題 都可以跟我說的 都是 探索了一會兒 才可以發現到這個 模組是怎樣下載 希望大家下載這模組都成功的 有模組這個遊戲才可以 存在得更加久 要不然呢 我們什麼都做完 就會變得很無聊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Subscribe我 Like這條影片 Share這條影片出去 讓其他人知道怎樣下載這模組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